来看一个温馨的消息 是正名做公益 罗东正名林女士为了延续她先生生前乐善好事的遗愿 特别捐出了10万元的丧帐节余款项 作为罗东仁爱基金的急难救助之用 而昨天由罗东正长林子妙代表接受 赶配林女士的善行义举 罗东正名林女士为了延续她先生生前乐善好事的遗愿 特别在今天透过东森房屋光荣店的协礼潘丽菲 捐出新台币10万元的商账节余款 作为罗东正仁爱基金急难救助之用 政长林子妙亲自出席代表接受 并且回赠感谢状给林女士 以赶配她的善行义举 是她公子在在生的时候 跟她两个母亲在家庭幸福美兰议员 还可以在社会工作很多 所以今天她的太太 可以说先生生前交代 然后她的太太把这些商账益款 10万元要建议我们的公所 我们的爱心庄付 所以这也可以说社会温暖的一面 我们也非常感谢她 林总她人很善心 我也是因为她的善心感动 所以我来报恩来尽力在 很乐意的来帮忙她管理这个公司 现在就是十几个年轻人 也是因为她的善心感动 所以大家都很拼命在 这个不动产仲介 大家都很敬劳敬愿在 为民无物 林女士的先生不幸辞世 夫妻俩平时待人宽厚乐善好施 身货邻里亲友的推崇 捐出十万元的商账益款 化小爱为大爱 将对先生的怀念转化为对权证 证明的关爱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